这场网络对垒战的发生 源于泰国偶像剧《甲偶天城男主角之一》 齐瓦雷和女友Navy 关于中共病毒的对话 触动了中共五毛网军的敏感神经 五毛指责他们辱华 要求道歉 进而引发了两国网民的网络大战 过程中 泰国网民幽默回击 病毒来自中国 台湾是独立国家 香港也是 小粉红怒骂 回去读历史 泰国网民则直接贴了天安门事件中 坦克碾压学生的图片 期间 中共驻泰大使馆也出来搅局 指责网上撒音 偏见无知 引来泰国 香港 澳门 台湾等地网民的联手还击 多国网友号召成立的奶茶联盟 痛击五毛大军 同时网上还出现了奶茶联盟的图像 象征香港 台湾和泰国三地团结一致 联手围堵中共五毛大军 并引发三国网民热烈回响 在这场争吵上 其他邻国的网民也纷纷加入 包括日本、印度、马来西亚等 总共九个亚洲国家和地区 成立了超级奶茶联盟 共同围堵中共五毛网军 大陆网友黎先生分析说 这场网路大战的发生 可以说是各国民众对中共政权长期不满的大爆发 这种霸凌行为一直都在发生 以前由于人家看在钱的份上 看在经贸交往的份上 人家怎么忍着呢 现在中国经济衰落 投资声望下降 这些问题肯定会爆发出来 这种反抗情绪会爆发出来 再加上这个打文意 大陆网友黎先生说 国际上一直质疑中共的行为和影响力 加上这场瘟疫大爆发 祸害全球 让各国民众更为愤怒 尼先生说 国际社会早就应该联手制止 中共五毛军的猖狂行为 不过他认为 这些人也很可怜 脑子被中共洗残了 早已经没有了正常人的思维 新谈的记者雄斌 李韵舒灿采访报道